以赛亚书第五章 我要为我所爱的唱歌 这歌是关于他的葡萄园 我所爱的人有一个葡萄园 在肥美的山岗上 他把园子周围的泥土挖松了 捡去石头 栽种了上好的葡萄树 在园中建造了一座守望楼 又凿了一个榨酒池 他期望结出好葡萄 却结出野葡萄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 现在请你们在我 与我的葡萄园之间断定是非吧 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的以外 还有什么要做的呢 我期望他结出好葡萄 他为什么倒结出野葡萄呢 现在我告诉你们 我要怎样处理我的葡萄园 我要把他的篱笆撤去 使他被吞灭 我要把他的围墙拆毁 使他被践踏 我要使他荒废 不再修剪 也不再耕耘 荆棘和吉林却要长起来 我也要吩咐云 不再降雨在园子上 因为万君之地和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他喜悦的树就是有大人 他期望的是公平 但看到的只是流血的事 他期望的是公益 听到的只是哀叫声 那些使房屋连接房屋 使田地连接田地 以致不留余地的人 有祸了 你们只可以独居在境内 我听闻万君之耶和华说 必有许多房屋 变成荒凉 甚至那些又大又美的房屋 也没有人居住 十公顷葡萄园 指出二十二公升酒 二百二十公升谷种 只节二十二公升粮食 那些清早起来 追求浓酒 流连到晚上 以致因酒发烧的人 有祸了 在他们的沿袭上 有琴、色、手骨、笛和酒 但他们不理耶和华的作为 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 所以我的人民因无知被掳去 他们的尊贵人十分饥饿 他们的群众极其干渴 故此 阴间扩张他的咽喉 张大他的口 没有限量 耶路撒冷城的荣耀 群众喧嚷的人 和在城中作乐的人 都要下到阴间 卑贱人俯首 尊贵人降杯 眼目高傲的也降杯 唯独万军之耶和华 因公平被高举 至圣的神 因公义显为圣 那时 羊羔必来吃草 像在自己的草场一样 富裕者的荒场 被寄居着随意吃用 那些人虚假的绳索 牵引罪孽 又像用车绳 拉罪恶的人 有祸了 他们说 愿他赶快迅速地成就他的作为 给我们看看 愿以色列的圣者 所计划的临近 愿他来到 好让我们知道 那些称恶为善 称善为恶 以暗为光 以光为暗 以苦为甜 以甜为苦的人 有祸了 那些自以为有智慧 自视为聪明的人 有祸了 那些勇于喝酒 又精于调和浓酒的人 有祸了 他们因受了贿赂 就成恶人为义 却把义人的权益夺去 因此 火蛇怎样吞灭 碎阶 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 照样 他们的根 必像腐朽之物 他们的花 必像尘土飞扬 因为他们弃绝 万君之耶和华的迅慧 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话 所以 耶和华的怒气 向他的子民发作 他伸出手来 击打他们 全山都震动 他们的尸体 在街上 好像粪土 虽然这样 他的怒气 还未转消 他的手 仍然伸出 他必树立其志 找一国的人 从远方而来 发出哨声 把他们从地级召来 看 他们必急速 快奔而来 他们当中 没有疲倦的 没有绊倒的 没有打顿的 也没有睡觉的 他们的腰带 没有放松 鞋带 也没有折断 他们的尖锐力 所有的功 都上了弦 他们的马蹄 看来像火石 车辆似旋风 他们的吼叫像母狮 他们的咆哮 如幼狮 他们咆哮 掘取猎物 把他叼去 无人援救 到那日 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咆哮 像海浪的澎湃声一样 人若望着这地 就只见黑暗与灾难 光在云中 也成了黑暗 הוא 是 有 他 是 是 有 有